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子 今天跟大家讲一些爱情东西 这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爱情专业流出的一个贴文 那个人叫沙比亚 他经常跟人解答一些感情问题 今天我看到这个题目很juicy,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大家都会看这些东西,不过说得很厉害 就说发验男友订阅甜相 这些东西要用钱买的吗 我知道很多人卖这些东西 有些人就说那些是电子DOOT,但我不认同 这个人说最近很伤心 他因为刚刚跟男朋友筹备结婚 两个人拍拖几年一直都很省 希望存钱买房子,我们两个人的收入不多 合共三万元左右 交家用保险日常开支已经锁正无几 你说香港人多惨 他一直的拍拖生活没有怎么去过旅行 也不会去一些贵的餐厅 大时大夜,甚至生日也没有收过男朋友的礼物 但只会想着一起努力,存钱结婚也没什么所谓 这个人的性格也是很稳定很安稳 而且他们没有什么享受 又没有去旅行,又没有吃好东西 但最近发现男朋友又在上网买相 每个月用几千元订阅甜照 我知道的时候真的很心痛 但他这几年花的钱在我身上 都不及这些连样子都看不到的女孩 就是他喜欢买的那些没有养得新的那些 我真的这么不值得他爱吗 这些就拿来商提并论了 不关事的 他买的相片和他不爱是两回事 不过我觉得这儿子也有点差 再看一看 他说被我发现之后 他还理直气壮地说 钱是我的,喜欢怎么花就怎么花呢 不要理我 怪不得这么多港女说他喜欢黑男人的面 这些贱男人 拿扫帽拍他出家 我觉得还跟这些人一起做什么 这样抽穿 一个月花几千元 卖垃圾 真的是垃圾 有什么没得看的 上网看不到头子 只见过新的 你上网找怎么会找不到 为什么要给钱买呢 这个不是对不对得他住 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这个是他蠢 就是他不会花钱 这些东西本身是免费的 你说以前那个年代 要买一本龙虎炮都是要给钱 现在哪需要给钱的 上网找这些东西 看片又不用钱 相片又不用钱 你还要拿几千元出来 你说这些男人 基本上跟他是没有将来 他还要喝你 那女儿就骂他 你是不是变了心 是不是不想跟我结婚 他就说 我只是看照片 我没有出轨 不影响我们的关系 他说 分都还可以照结 那女儿就哭了 他还补了一句 只怪你没有这些身材 哇 賤人 真是賤人 没有这些身材 你就要买那些照片 首先第一 我已经说他是傻子 这些东西本身是不用钱的 你要找 找什么都有 你还要弹据这些东西 只怪你没有这些身材 只怪你没有这些身材 这些贱男人 将来他去包一个北姑 只怪你没有这些身材 不用跟他 这些男人 真是贱的 我就觉得 几样东西 你说一个男人 对一个女人 是很不尊重的 你不要拿一些 咸相和自己的女人比 你这么厉害 你说 你没有这些身材 你就找个女人 好像AV那样 找个女人很确定 这些是很过分的 你这样攻击人 别人都可以这样攻击你 是不是 将生比己 这些都是攻击的行为 另外 我就会觉得 这条儿子 根本上是 赚钱太容易了 就像我们这些 我小时候第一份工作 做厨房做到哭 那时候 我未够秤都去赌马仔 不过 懂得赚钱之后 就会玩少了 喂 那些银子撕出来有血的 我会不会拿来喂鸡 你都傻的 是不是 那时候我会说到自己做 臨事演员多么辛苦 我会不会拿来乱用 哇 那女人摸我的衣服 头都不拍 她说 只得个身那些 她就给钱人 那那条裸模 不是很好 喂 分分钟 她的样子是古怪的 她拍不到样子 只得个身就行了 隨便一个妻子也行 隨便一个不姑也行 隨便一个不姑也行 还说几千元 很离谱 我先当这一篇不是吹水 因为这个世界是什么人都有的 这个世界是 比戏剧世界更加荒誕 真的什么人都有的 之前上网说买了那些有味的底褲 哎 我也有想过 不是说买 是卖 怎么卖 不是我穿给人 用什么 买一条鲜鱼仔 买一条新的 说两天 就放上网买给人 你不见样子 你出来交收 你顺风就行 买便宜 你看到这个就是 伤害了一对情侣的感情 不过 我很认同一句说话 任何这些感情问题 我都建议分手 没意思 你都不当他是自己人 你不断踐踏他 怪怪你没有这样的身材 这句真的听到很生气 将来可以玩实物 这些不尊重女性 而且这个人真的特别蠢 你买完这些照片 不见样子上网就能找 其实不是装了那些会员之后 可以出来玩实体射击 没理由这么贵 几千元 应该是有些东西玩一下 他说得出什么 只怪你没有这样的身材 可能他真的滚 这些人分手 没意思 看到一个悲剧 你说那女儿 她要求的东西都不是多 正正常常拍拖生活 没什么去旅行 东西又不吃 陪你熬 打算上楼 安安稳稳 在这儿过世 有些人是这样的 不是个个都 熊涛伟略的 有些人是 喜欢安稳的 九型人格里的九号人 就是 他甘远做一个闲人 你不要以为个个都说 想做No.1 不是的 有些人 有些人就问 你甘心吗 你甘心做这些事吗 为什么不甘心 OK的 没问题的 这个社会是这样的 其实大部分的人 就是这些人 成功的只是很少数 但安稳就安稳的好 平淡是福 但这些男人是傻的 找其他人 如果有得选择 就选择其他人 我刚才说这儿子 应该赚钱也很容易 没什么做过辛苦的工作 所以可以拿几千元来喂鸡 香港人经常有个幻想 对职业 又是找到很多钱 其中一份工作就是扎铁 扎铁一定辛苦 你做过这些工作 你就肯定不会 好像刚才那儿子 拿几千元出来买甜相 你都傻的 有血的 那些钱都撕出来 很多人都说炸铁炸铁 那炸铁是什么 这篇东西就这么说 看低炸铁工 以为很轻松 港南浩然 做三个月我就赚十万 做三个月才赚十万 都不是多钱 怎知道他做一天就立刻辞职 他说铁又重又晒 就是了 职业无分贵战 每个工种都有所需技能 同样值得尊敬 但是一名港男却未懂得尊重他人 不但没一份工作做得长 而且以为地盘工没有学历 所有人都做得 就主动追问亲戚介绍他入行做地盘炸铁 更揚言自己曾经做过健身教练 就不成问题 神经 绝对是两回事 健身教练做运动做一个小时 做教练教人做 做扎铁就是做苦工做奴隶 做奴隶 做奴隶 就说捱三个月有接近十万 都算是不错 但对我来说三个月十万当然不是多 但在普通人来说 叫稳定 一天赚一千元 就是昨天说的什么 九百元的搬台托 算很高身 听说做跟车也是几个水 跟车也要搬东西 最后这个小伙子做了一天就辞职 就大胜 铁又重又曬 令家人看不过眼 直戳心态有问题 引起网民的热热 这件事好笑 有一个女读者爆料 应该是她妹妹 她说 事主称家中有一名自认为十大杰青的哥哥 每份公子是三分钟热度 曾经从事最长的工作就是保险 只贪其工作时间诞性 朝朝都十一二点才起床 上班一阵就说走人 而且叫家人和亲戚帮他买保险 但不负责任就辞职了 很多这些人 我当时帮个不知哪个表姐买 买了一年就走了佬了 顶你个肺 骗我钱 实际来说应该骗我妈妈钱 我当时很小 说回这件事 他哥哥令到个别亲戚的保单 成为无人跟进的孤儿单 我当时那张是孤儿单 所以我把心一横就马上咳 这个哥哥就说 他翻过文职 就说同事没了 翻过健身教练 他就说教练要做鸭才能开单 翻过士英 他就说 袋子浸胶龙 委屈了自己 翻过保险 最初他说 怎样怎样做区域经理 很有抱负 现在就说跟那些主妻 阿沈要开床单 究竟他是不是妄想症 文职他说同事没了 应该是闷 那些人是没什么了 读点 来来去处理文书 健身教练是否做鸭才能开单 小小小 做金鱼 你哄到女人 当然容易开单 做侍应是哄仔浸胶龙 很多人都会这样想 这些工作都做不长 也对 这些想法是人望高处 翻过保险 他一开始就说做区域经理 很有抱负 但是他说 现在要跟那些主妻阿沈开床单 吹大了 就算开床单 也跟那些阔太 怎会是主妻阿沈 然后就说他以为做扎铁三个月很轻松就能够赚十万 早前 事主哥哥听闻做地盘扎铁日身过千 心动下就叫从事地盘的亲戚介绍他入行 对方起初都不愿意 因为你知道这个人有前科 但是被他每天不停轰炸 更加扬言 可以啦 你看着我便可以 扎铁有多难啊 什么 什么 好重 我以前做健身教练的 几条铁没问题 成千元日 我熬三个月也十万 到时才休息 事主哥哥收了线后就劝对方 不要看轻扎铁的工作 明言 这是一种要花时间和心思的工种 谁知道 他自视过高就回答 浪费啦 地盘工 没有学力都可以做的 手板硬件功夫 我之前不做 如果不是我现在判头啦 神经病 后来这个亲戚介绍哥哥 从事地盘某个崗位 立即买一双安全鞋开工 他首先嫌弃安全鞋的款式 又说老土又说贵 后来就决心表示 等我赚到几个月钱 到时再想做哪一行 结果他上班一天就辞职 回到家家人大胜辛苦 说神经病 地盘多钉道 穿安全鞋都不安全 那些鞋又重 不做了 找文职好过了 这个妹妹批评哥 总是看不起任何工种 他说不论文职 健身教练 适应保险 还是地盘工作 他哥都是把所有工种看轻 认为很容易 又不用学习 而且觉得其他人的能力不足 他觉得只要他肯做 全部人都要收皮 自事过高 他说辛苦不想做没问题 但没什么都用门外看的身法 看不起人 常常觉得人家的工作很容易做 原来自己根本都不行 那些网民就不断罵爆他 他说那些人 常看不起人 其实自己是最受鄙视的 都对的 力返回头 另外有些网民说 健身的肌肉 和做操纵的肌肉是不同的 说他做健身不知道吗 我也知道 辛苦很多 只可以说他一去就去到修罗级 如果你开始做跟车 跟别人搬货 然后慢慢做装修 帮别人搬屋 然后先去做扎铁 可能会好些 一级级上去 他这个人根本上是不愿意上班的 你看他平时11、12点才起床 你知道那个人已经不想做事了 不想做事的人 又怎样做劳动的工作呢 神经病 有人说 你做办公室就有得办公 假扮做事 但做地盘就不是的 一不小心就死人了 这份是不容易的工作 我也觉得是 不要看轻任何工作 你说那些人没了什么 很多东西都是不简单的 所以说 当你做过 一些工作是辛苦 你就不会乱花钱 就像刚刚刚说的 那对情侣说男朋友 拿几千元买咸相 他有没有说过他男朋友做什么职业 但我估计一定不是那些辛苦的 好像做炸铁这些 你做一天有一千元 买几千元的咸相 做三天 做三天 搬台托 天天在地盘 日晒雨淋 又怕踩钉 又怕上面飞东西 做三天这样的奴隶 就换 那些女生 脱了衣服 拍了几张照片 不是吧 所以我觉得那些情侣 不只是买相这么简单 应该有肉体交易 有什么理由买到几千元 另外就劝大家 不要乱花钱 其实你的生活没有接触过一些辛苦的东西 你们是不会懂得珍惜的 那我幸好就是我小时候真的什么都做过 多辛苦 差点一条命都没了都试过 所以我就会好好保管我的财产 不会乱花钱 希望大家都能做到这一点